第186集 这生就俩两人没打几枪 就中了自己发射的子弹 还都中了大腿上 俩人双双倒在地上 老头子还能硬气一点 咬牙趴在地上硬挺着 继续用手徒劳无功的扒着门缝 只是时不时的回头 向魂魄聚集的地方瞄上一眼 那棒就惨点了 在地上来回打着滚 哭好个没完 这时候他们身后的二愣子 终于支撑过 举枪的两只胳膊 抖动的幅度太大 手里的猎枪终于是走了火 十几颗线弹穿过了魂魄的身体 将木制的椅背打出了一个大坑 而枪口下的魂魄就跟没事人一样 张嘴冲着二愣子呲牙一笑 二愣子再也受不了这种惊吓 身子一晃就倒在了魂魄的身上 身前浑身一顿抽搐 顺着嘴角就流出一道白膜来 孙胖子看了一眼身后那生九两人 又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二愣 不是我说 就这胆还敢出来抢火车 这怎么了 这是心脏病犯了 他不是心脏病 这小子羊角疯犯了 我起身将二愣子的猎枪拿开 退下子弹 将猎枪反转 拔开二愣子的嘴巴 让他咬住枪管 以防二愣子咬掉自己的舌头 二愣子稍微稳定了点 孙胖子在他的口袋里 找到了自己的钱包和MP3 随后跟着我 到了老头子和棒水的身边 在地上将他那把手枪捡了回来 棒水还在哀嚎着 孙胖子被他哭得烦了 弯着腰一个劲的打量棒水 随后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句话 最后一个字刚刚出唇 就看见棒水双眼一翻 昏死过去 你跟他说啥了 我就说他细皮嫩肉 看上去好吃 一会儿就先吃这个棒水 谁知道他真信了 这么单纯就别出来干劫匪了 我们俩说话的时候 已经走到老头子身边 这时候熊万一也走了过 他那边剩下的调查员 正以西门链为首 忙着描绘刚才被熊万一蹭掉的符咒 那道符咒 是用来隐藏车里中魂破鬼气 刚才那生就劫匪进车厢 用枪指着我和孙胖子的时候 他们几个投鼠机器 没敢轻举妄动 最后还是熊万一想到了这个办法 老头子看到我们靠近他 脸上的惊恐之色大胜了 他咬牙挣扎着爬了起 手里握着他自己的那把纺织五四对着我们大吼 别过来啊 我不管你们是人是鬼 大不了和你们同归于尽 老子死了也是鬼 谁把谁啊 同归于尽 别开玩笑了 不是我说啊 你是人的时候我们管不着你 你要是变了鬼呢 就正好在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啊 你先考虑清楚 是现在和我们同归于尽呢 还是你变成鬼之后再和我们同归于尽呢 嗯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姓牛 他姓马 他用我说的更具体点吗 这时候老头的五官都移了位 今晚的精力够他后半辈子销毁 不过一会儿 老头子的惊恐表情就变了 变得猙獰起来 以前我好像听谁说过一句话 说极度的恐惧之后呢 就是愤怒 不知道这老头是不是现在就这样 不过我可没给他表现愤怒的机会 趁着老头子的注意力都在孙胖子身上的时候 我抬手一枪就打落了老头的手枪 几乎就在同时 雄万亿的甩棍也出手 他这甩棍正中老头脑门 老头哼都没哼 当场就被砸晕了 仰面摔倒在地 我过去看了看老头子的伤势 死是死不了 不过一个脑震荡那是妥妥跑不了的 八成好了之后啊 还得留点什么后遗症啊 比如行动障碍什么 哎呀雄万亿 不是我说你 他枪都没了你 还下那么重的手啊 废话孙胖子 我知道辣子会这时候开枪了 刚才他的枪口对着的可是你 要是辣子没开枪 我再晚一秒出手的话 就听不见你现在的废话 那你也别打头啊 你打手也行啊 我就是瞄着手打的 一转眼 生就三人都躺在了地上 这仨人怎么处理 我们可拿不了主意 收拾完残局 我掏出电话 拨通了萧和尚的号码 看着头顶的摄像头 喂老小大师 这三个人怎么办 既然上车了 就别下去了 你们看着这三个活宝 到地方问问你们高局长怎么办吧 真是活得久了 什么事都能遇到 我特别伴干了一辈子 还没遇到过活人干 抢死鬼的 哎呀 就这样吧 孙胖子在旁边竖着耳朵 在听电话里边的内容 听见萧和尚要挂电话 他一把把我电话抢了过去 啊啊啊 你先别急挂电话 老小大师 不是我说 你们这什么破火车啊 啊 你火车开出来 自行车速度已经算了 现在还有弯人上了 我们这儿一点察觉都没有 哎呦 不是咱们民调 连飞机都养得起 再也不差 再整一辆像样点 是火车吧 这 小胖子 你还真敢说话 啊 私人飞机你见过 私人火车你听说过吗 这趟列车是铁道铺 淘汰下来的 本来是要回炉的 后来被你们高局长 借过来了 萧和尚对孙胖子没脾气 除了之前上车时 呵斥过的一次之外 平时说话都没大声过 这次行动规模太大 不适合用汽车运送 而且这么多的魂魄集中在一起 难免会有一部分力气 遗留在火车里 这列列车不适合继续使用了 所以才借了这么一列 完成这次任务 马上就要销毁的火车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改造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好了和你们哥俩说的够多了 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还想知道什么 一会儿到地儿了 去问高胖子吧 孙胖子还有想不通的 想要继续询问 无奈那头 萧和尚已经把电话挂了 他只能把电话还给了我 那边熊万一已经和其他几个 将昏倒的三人都集中到了一起 和重魂魄拉开了距离 这个时候 被熊万一蹭掉的符咒 也被西门链重新描绘完毕 车厢里的魂魄也都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还是像刚刚进车厢时候的样子 都低着头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脚面 火车继续向前行驶着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经过了车匪的插曲 这火车的速度好像快了一点 不过我们的目的地好像还是遥远无期 眼看着时间马上就要过十二点了 可这火车却一点没有要停车到站的意思 不光是我和孙胖 车厢里的其他调查员也都开始没了耐心了 熊万一刚才过来就没有再回去 他坐在旁边的座椅上 看着面前这上百的昏迫 老子 看这架势 明天早上恐怕也到不了地 小谷我没说 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吗 他倒是没提目的地的事 不过我猜 差不多还得再等一会儿 鬼门关哪那么容易就到了 那边那三个劫匪怎么处理 老兄 民调局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般都怎么处理 熊万一比我和孙胖的早进民调局几年了 也算是个老人了 他顺着我的目光 看了一眼那生九三人 哦 倒是有过几次类似的事件 一般呢 我们什么都不做 任由当事人说呀 辣子念明白 但凡这些事情啊 他都是越说越神 越说越假的 传了几次之后 就变成了N个版本 说说的呀 总没什么人信的 传上几个月之后啊 真事也要变成假的了 不过 今天这爷儿仨 看来是要进大狱地传了 哎 小谷 你说的 王鬼门关里送王子鬼 干嘛非得选今天呢 不是应该七月十四 渔兰会才是正日的吗 孙胖子 你说的是鬼节 那时候 各地遍布阴死鬼差 要是选那一天 别说鬼门关了 只怕刚出了民调局的大门 就被阴死给知道了 要说为什么选今天 我猜是因为今天祭造 阴死鬼差 也要进庙里吃供奉 相对来说 插得松一点 说到阴死鬼差 我突然想起来 上次杨潇老婆 转世投胎的时候 那团黑蒙蒙的人形雾气 他被杨潇的傀儡 吸走之后 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如果说他们就是 阴死鬼差的话 除了样子诡异一点之外 我也看不出来 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火车依旧在向前 缓慢的行驶着 这段时间里 不断的有其他 车厢里相熟的调查员 打电话来询问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有劫匪 上来打劫的时候 在我这都能听见 坐在对面 雄万一电话里边 发出的爆笑声 由于担心的生救三人 意外醒来之后 会在劫外生枝 西门恋将他们三人 成品字形摆在角落里头 随后又掏出来一个小瓶 拔了筛子 分别放在三个人的鼻子下面 让他们都闻了一下 在我的天眼之下 看到这三人体内的魂魄 突然就开始萎靡了起来 以前听破军讲过 二世的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会携带一种安魂烟 一般是用来安抚 受到惊吓刺激的人的魂魄用 防止这些人因为过度刺激 而变得精神失常 除非接触到能刺激魂魄的药物 或者法器 否则这些闻到这种安魂香的人 会昏睡十个小时以上 才会慢慢醒过来 时间转眼已经到了下半夜一点 奔波了一天 我却没有一点睡意 看着前面这一百多个枉死的鬼魂 还真是特别提神的 我跟你说 不过旁边的孙胖子 却是一个哈欠 接着一个哈欠打着 他这上下眼皮 也开始相互吸引 就在我开始佩服他 没心没肺的心态的时候 一阵电话铃声 将他从睡眠的临界点中 拉了回来 哎哟妈 又是那个王 看了眼来电显示 孙胖子说了一半的粗话 又咽了回去 他看着手机屏幕愣了一下 但是瞬间 又恢复了常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